我觉得当然整体来说一定是有助于教育公平的 也是让农村孩子和山区孩子能够以非常便捷的方式 接触到外界的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加好的信息 但是一块屏幕本身实际上是没法改变孩子的命运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实际上要看这个屏幕上传输的什么内容 这个屏幕能够孩子们达到什么样的互动 是不是能够满足孩子的学习要求 我们在做这个屏幕的时候 就是说实际上在北京给贫困地区的孩子 给山区和农村地区的孩子传输我们的教学内容的时候 一般要对自己孩子去进行测试 同时在讲的过程中间还要跟学生有互动 老师大概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帮孩子处于一个水平什么状态 那么这样有低放师的给孩子们进行教学 那么这样到孩子学习的进步和成长的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说一块屏幕是能改变孩子的命运的 但是你要看我们怎么样布局才能够去改变孩子的命运 又要工作又要跟上知识时代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好办 就是通过现代的互联网 通过现代的学习软件 大部分情况就可以解决 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来说 我们能利用的什么 碎片化的时间 路上上班的时间 开车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睡觉前的时间 我是比较更加偏向于 就是说通过组织化的方式 对老师的课程体系进行打磨 并且在提升老师的教学水平以后 所上传的课程 那么这样的话 就让大家不浪费时间 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确的知识 但是网页不排除 就是老师自动把自己的知识碟传上去 而现在的就是像那些视频平台 最初实际上是很多人都传授自己做事情的小诀窍 传授上大家愿意看 这个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通过人工智能或者通过大数据 通过打分 通过客户评点 其实最后那些最优秀的课程 就会上浮到表面了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接触到的优秀课程的可能性 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既有百花齐放 最后实际上 又可能最后出现一支独秀的 这样的优秀课程体系 大家都去听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在线教育 其实应该更加开放 更加的普及